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进行了系统梳理 今天这节课 我们将对算法基本结构 及算法基本结构的嵌套 进行系统复习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吧 第二课 算法基本结构复习 本课将复习回顾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算法的基本结构 二是算法基本结构的嵌套 算法的基本结构主要内容有 顺序结构 分支结构 循环结构 算法基本结构的嵌套主要内容有 分支嵌套分支结构 循环嵌套分支结构 循环嵌套循环结构 复习回顾一算法的基本结构 在新课学习时 我们知道算法的基本结构有 顺序结构 分支结构 循环结构 顺序结构是按照顺序 依次执行各个操作 分支结构 是根据对条件的判断结果 执行不同的分支 循环结构 是根据对条件的判断结果 决定是否进入或中止循环 分支结构分为 双分支结构和单分支结构 两种形式 微逼程序设计语言中 实现分支结构的语句 是一幅语句 循环结构分为 单行循环和直到行循环 两种形式 微逼程序设计语言中 实现循环结构的常用语句 有两个 一个是Do Well Lop语句 另一个是For Next语句 下面我们将运用算法的 基本结构解决实际问题 老师 经过了一学期的学习 我发现在生活中 很多地方都能找到 算法与程序设计的踪影 比如我们在访问学校 学习网站进行学习时 常常需要设置自己的密码 学习网站对于密码的设置 有一定的要求 例如密码长度在八位级以上 必须包含英文大写字母 小写字母 数字和符号等 老师 我想用以学的知识 自己来设计算法和编写程序 实现上述功能 小达同学 您敏锐地察觉到算法 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场景 并主动探寻其本质 说明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信息意识 和计算思维的能力 我们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 算法是如何判断 一个密码字符串的长度 在八位级以上呢 我们可以利用 人函数得到字符串的长度 比如取字符串ABC的长度 函数返回的值是3 然后再进行算法和程序的设计 在这个问题中 我们可以输入需要判断的密码X 使用人函数获取密码长度 然后判断密码长度 是否是八位级以上 如果判断条件成立 则输出密码长度满足要求 否则输出密码长度不足八位 对密码长度的判断 可以采用分支结构 请同学们根据老师的分析 设计该算法的流程图 老师 根据对条件的判断 有两个需要处理的结果步骤 所以我采用双分支结构 设计了该算法 小雅同学的流程图 既正确又规范 下面请同学们 用微逼程序设计语言 实现该算法 老师 我使用定语句定义了两个变量 其中 变量X的数据类型是字符串形 变量 I的数据类型是整形 双分支结构是通过EF 与矩实现的 小雅同学编写的程序代码 书写正确 而且采用了缩进格式 非常好 学校学习网站上的每门课程都有落干个单元组成 每个单元学完后 网站会给出单元成绩 小达同学选修了一门线上课程 共有10个单元 10个单元成绩都存放在数组D中 他希望自己设计一个算法和程序 在完成这门课程的所有单元学习后 就能获得这门课程的总成绩 这个算法和程序该如何设计呢 把10个单元成绩加起来 我们可以采用循环结构实现累加 用计数器RI技术 初次为1 循环条件为RI小于等于10 请同学们思考一下 循环体应包含哪些内容 该算法的流程图该如何设计呢 老师该算法可以采用当型循环结构 先判断循环条件 I是否小于等于10 条件成立执行循环体 循环体的内容是 把存放在数组变量D中的单元成绩 加入变量S中 同时计数G加1 如果条件不成立 则退出循环 我画的流程图是这样的 小雅同学的流程图 既正确又规范 下面请同学们 用VB程序设计语言实现该算法 老师 该算法中循环次数是确定的 共10次可以使用 VB程序设计实现单元成绩的维加 变量I和变量S的数据类型都是整形 小雅同学的程序是正确的 请同学们在课后讨论一下 该算法是否可以使用 Dwell语句实现呢 在新课学习时 我们知道 算法基本结构的嵌套 有分支嵌套分支结构 循环嵌套分支结构 循环嵌套循环结构 分支嵌套分支结构 可以有多种形式 可以是单分支嵌套单分支结构 可以是单分支嵌套双分支结构 可以是双分支嵌套单分支结构 也可以是双分支嵌套 双分支结构 我们要从分支结构 是一个路口 一个出口出发 关注分支嵌套分支结构的 规范画法 老师 生活中还有一些网站 对于密码的设置 除了有长度要求外 同时还要求密码的手字符 是大写字母 这个问题该如何用算法解决呢 小达同学观察得很仔细 对于这种既要满足密码长度要求 同时也要满足手字符 是大写字母的问题 可以使用分支结构的嵌套来实现 我们可以利用密码函数取出密码中的手字符 比如在字符串ABCD中 第一个字符开始取一个字符 函数返回值是A 下面请同学们想一想 如何设计这个问题的算法和程序呢 老师 我认为可以在判断密码长度算法的基础上 继续对密码手字符 是否是大写字母进行判断 小雅同学的观察很仔细 分析也很正确 请同学们根据小雅同学的分析 设计该算法的流程图 老师 判断密码手字符是否是大写字母 可以采用双分支结构 判断条件是T大于等于A 同时T小于等于Z 我画的流程图是双分支嵌套双分支结构 小雅同学的流程图是正确的 下面请同学们根据小雅同学的流程图 编写VB程序代码 老师 根据流程图 我先写条件为I大于等于8的if语句 按照if语句的完整格式写好 然后再写嵌套的if语句 同样写出if语句的完整格式 小雅同学写的程序 正确而规范 在写分支结构嵌套的语句时 要注意 if与andif的一一对应 不要将andif遗漏 循环欠套分支结构的形式 可以是循环结构嵌套单分支结构 也可以是循环结构嵌套双分支结构 我们要认真分析嵌套结构中的两个判断框 注意区分循环条件的判断框和分支结构的判断框 同时 单分支结构或者双分支结构 都是循环结构中循环体的内容 老师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在某些网站输入密码的过程中 如果输入密码连续出现三次错误 系统会对账户进行锁定 请问 如何设计并实现具备这样功能的算法和程序呢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 实际是网站出于安全性考虑而设计的功能 用户在三次以内输入密码正确 就可以正常登陆网站 输入超过三次后 就会对账户进行暂时的锁定 我们可以通过循环嵌套分支结构 来设计算法和程序解决这个问题 老师 密码连续输入三次并进行判断 可以使用循环结构实现 判断密码是否正确 可以使用分支结构实现 小雅同学抓住了解决该问题的关键 把循环嵌套分支结构的知识 和实际问题联系起来了 请同学们再思考一下 如果我们第一次输入的密码是正确的 还要继续循环执行吗 我们已经学习过一个特殊变量 在循环结构中 可以根据该变量的值 中止循环 老师我知道了 可以设置一个变量 flag作为标记 预设一个出值 flag为0 表示输入的密码不正确 如果输入的密码正确 flag则为1 因此 循环条件修改为i小于等于3 and flag等于0 小达同学的观察很仔细 对小雅同学的分析做了很好的补充 请同学们根据小雅 小达同学的分析 设计该算法的流程图 老师 根据刚才的分析 我采用当心循环结构 循环体的内容是输入密码 并采用双分支结构进行密码的判断 退出循环后 采用双分支结构对flag变量的直进行判断 如果是1输出登录成功 不是1 则输出账户被锁定 小雅同学的流程图完整 有规范 下面 请同学们根据小雅同学的流程图 编写雷逼程序代码 老师 根据刚才分析 算法中循环体的执行 必须同时满足i小于等于3 和flag等于0 这两个条件 这是用条件来控制循环的执行过程 所以我选择使用dwell语句 我写的程序是这样的 小雅同学考虑得很仔细 一般情况下 如果是通过次数控制循环的执行过程 可以用for语句 用条件来控制循环的执行过程 要用dwell语句 在编写循环嵌套分支结构的程序代码时 要注意页附语句 要写在dwell语句里面 循环嵌套循环结构 是指外层循环结构的循环体中包含有内层循环结构 该结构在执行时 我们要注意 外层循环每执行一次 内层循环都会完整执行一轮 外层循环必须完全包含内层循环 不可以出现外层循环和内层循环的交叉 右侧留存图描述的算法执行结果 如下图所示 若要实现此功能 留存图的空白处 要填录的正确语句是什么呢 老师 该数字图形是五行 所以控制外层循环的变量 挨得只有1到5 因为每一行的数字都是五个 所以控制内层循环的变量 J的值也是由1到5 因此编号为1的空白处 填入的语句是J等于1 在对每一行的数字分析后 我发现这些数字是有规律的 这个规律就是 每一行的数字是行数乘以1 乘以2 乘以3 乘以4 乘以5 因此编号为2的空白处 填入的语句是Pring I乘以J 考虑到该数字图形每一行 前后两个数字是紧跟着的 所以 Pring语句最后要加分号 小达同学观察得很细致 分析得也很正确 最后我们来小结一下这堂课复习的内容 今天我们主要回顾了算法的基本结构 算法基本结构的嵌套这两方面的内容 希望同学们能在课后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通过今天的复习 相信同学们一定对算法的基本结构 算法基本结构的嵌套 又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希望同学们课后再进行进一步的复习和巩固 今天的授课到此结束 同学们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